降雨的我們認為還是會在5月下旬 一直到6月 比較大的降雨的機會還是有的 比較明顯的春雨出現的時間 大概是在3月中旬到下旬 大概是3月25號 這一波華南雲雨 一到海灣來的時候才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在這一段時間也產生了春雷 同時在玉山也產生了下雪的這種情況 那比較明顯的這種旺盛的對流 到4月20才出現 不過這一波的春雨給中部以北 尤其中部帶來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 可是對南部地區雨水相對的就比較少 所以就整個春季的雨水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 幾乎在全台灣上面都是屬於比較偏藍色的 也是比較偏少雨的這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在2月3月都是持續的 一直到4月到4月月底 來了這一波的降雨 才使得中部地區的雨比較多一點 從1951年到現在 整個每一年的春雨的分布來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今年的累積雨量 其實是還沒有到達6成 也就是說呢在過去的71年來呢 大概是第四少的 在台灣這個季節來看 5月1號就進入我們所謂的汛期 也就是容易下大雨 甚至產生災害的這個季節 目前的估計呢在今年的下旬 5月的下旬就有可能會有一些 南邊的南風會上來 那這個上來的時間呢 當然也要配合北邊的風面下來 所以我們目前的估計呢 在整個雨量來看的話呢 6月是正常的 那5月呢因為可能在上旬跟中旬呢 這一種西南風上來的機會比較小 所以相對來講呢 這個降雨呢我們認為呢 還是會在5月下旬一直到6月 比較大的降雨的機會還是有的